好 来看到今天是高雄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天才正式的开学 早上有很多的家长 对孩子提醒说 口罩一定要戴好 千万不要拿下来 而校方也提前做好的清销 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 林志慧告诉我们 志慧 好了 主播 那么今天是开学日 那么在高雄原本是11号 就开学因疫情 延后到14号 那么小朋友是提着大包小包 进入校门前 做基本的喷洒手部酒精 跟量体温 家长也对孩子耳提面命 口罩千万不要拿下来 我们来听一下 家长跟校方怎么说 就是请洗手 然后口罩都不要拿下来 对 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打疫苗 屋外通风的一个状况 之下我们有设置了 这样子一个发烧的等候区 在等候这个家长来带领 他回去了来做就医 得知了有一位幼儿园的小朋友 他有这个空气的过敏 跟肝壳 那他们询问 所以我们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请孩子 还在家里面做休息 高雄市国小今天开学 那么校方是提前的落实防疫措施 并且要求这个安亲班幼儿园 比照国小来进行防疫 每天在上午跟下午 都要量两次体温 如果有发烧的状况 就会高知家长并且带回家 另外学校也规定了 暂缓或延期办二月底的庇履 以及是校外教学 学校只要有一个人确诊 就会全校停课14天 也让校方不敢情呼 那么一样是我们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好来看到小朋友 现在还是要 这么早的时间要到学校去 但是来看到高国中生 是不是高中生 现在有了新的转变呢 因为以前大家认为说 国中生高中生的睡眠 就是普遍不足 是不是要延后上课的时间 到九点半 让孩子可以睡久一点 去年其实就引发了热议 而教育部说要进行研议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有决策出来 现在学校自己来决定了 看到的是成功高中 从这个学期开始 不只是取校了早自习 也废除了朝会升期 学生每天在上午的8点10分前 到学校就可以了 另外除了成功高中之外 建中学生说真的很羡慕 希望学生代表向建中提案跟进 现在建中跟新竹中选 其实也取消早自习 因为现在综合评估之后 是不是要来决定 延后上学的时间 但是家长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有家长认为说取消了早自习 恐怕孩子会变得比较懒散一点 但是有家长认为说 没有了早自习 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学习规划的时间 所以有一些像台北市的教育局 就说各个学校 其实可以自己来做决定 像现在成功高中 就自己做了决定 从这个学期开始 8点半之前到学校就可以了 早自习不列为是出缺情的部分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而福联盟在去年的调查就发现了 国高中生学生 他们睡觉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平均是晚上的11点15分 但是早上的6点12分就要起床了 所以平均一天下来 一天只睡了6点9小时 这个时间是比国中生 还要少睡一个小时 所以是不是延后去学校的时间 让孩子多睡一点 那么你认为这样子好吗 你觉得很不错的 我们再一个打个1好了 如果你觉得说 小孩还是要早一点去学校 我们就打2好 如果你觉得 让孩子多睡一点的话 我们就加1 好 来看到因为现在 国中生高中生上课的时间 是不是要延到9点半 那么当然还没有结论 不过我们刚看到成功高中 就经过了校务会议的决定之后 从这个学期开始 不强迫早自习 也废除了朝会升起的这些活动 从这个时间改到了8点10分 再到学校就可以 我们就来看到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杨宗燕告诉我们 好 主播各位观众 针对国内的国高中学生睡眠 严重不足的问题 在去年就一直引发讨论 是不是要来延后上课的时间 成功高中这一学期 就已经有不强制早自习 使到旷课不列出勤 那也废除了朝会还有升起 第一堂课早自习原本是7点45分 现在只要第一堂课8点10分 到校就可以了 等于可以多睡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来听一下校长的访问 我们取消了所谓的登记迟到 或者是缺况这样的做法 那也无非是希望说 其实学生应该还是可以养成 按照自己的节奏 及早到校的习惯 并且在正式上课开始之前 他能够进行一些学习活动 甚至安顿自己的身心 校方也表示 接下来取消早自习 各班人可以规划 课业上的活动 不过会取消迟到 及缺况课登记 这段时间不列入出缺情 对此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各校订定学生在校作息时间时 应与学生教师及家长沟通 经校务会议通过后实施 对于成功高中的新措施予以尊重 另外对此国高中是否延后到 早上9点30分上课的议题 教育部表示目前已经开过 两次公听会及五次专家咨询 已在积极讨论中 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